迪丽热巴的工作室更新了一组新的照片 迪丽热巴在奇幻的梦境中 在神奇的光明和黑暗中 以幽灵般的美丽带来惊喜 延续今天在2023年Swiss Tour上的迷人事件 永远光彩夺目的迪丽热巴粉丝们 再次享受到了一场令人惊叹的视觉盛宴 这位才华出众的女演员和模特 她那超凡的美貌似乎超越了凡人的标准 再次以一次令人陶醉的摄影活动 使我们惊艳不已 迪丽热巴被她忠诚的粉丝们亲切地称为弟弟 将她的崇拜者带入了一个 充满有限光与影的梦幻仙境 在这个梦幻般的场景中 她似乎从黑暗中浮现 沐浴在柔和而神秘的光芒中 凸显了她的精致容颜 她身着一袭闪亮的银色宝石礼服 为秋天的来临带来了精致的魅力 这场魔法不仅止步于她的服装 出色的化妆由才华横溢的SEJCJ策划 而精心打造的发型则由AM Studio精心制作 迪丽热巴的时尚风格 一如既往的由Ava Ballroom精心策划 将她打造成现代女巫的化身 粉丝们无法抑制自己的兴奋之情 她们纷纷分享了对迪丽热巴最新摄影活动的看法 以下是她们的一些评论 一 今天的拍摄比昨天更美丽 加入这个组时 记得带上你的化妆师 迪丽热巴的美貌似乎不断升级 每次摄影活动都是上一次精致升级的体现 她的粉丝不仅为她陶醉 还受到启发 随时准备好化妆师 二 惊人的美丽 迪丽热巴令人震惊的视觉效果 确实让粉丝们感到震惊 她的优雅和魅力 似乎在每次相机的点击中达到新的高度 三 今天来看看美丽的女神 弟弟 穿着银色礼服 鼻血更美丽 眼睛明亮如寒冷的星星 期待辉煌 闪亮的眉毛 迷人的微笑 她夸赞了工作人员 这位粉丝生动地描述了迪丽热巴的形象 将她比作女神 她闪亮的眼睛 迷人的微笑 以及对摄影团队的赞誉 都增添了 她的神秘魅力 四 哈哈 我的妻子变得越来越美丽 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好 将迪丽热巴亲切地称为我的妻子 表达了她的粉丝们对她的深切情感 她们不仅因她令人叹为观止的美貌 而感到欣喜 还因她明显的健康和幸福而感到高兴 五 她怎么能如此美丽 就像美丽的女神降临一样 这里表达的崇拜和惊叹之情 几乎是无与伦比的 迪丽热巴的美丽被比作神明 让她的粉丝感到屏息 六 我真的很享受我们美丽女孩的照片后期制作过程 甚至在迪丽热巴的摄影活动的后期制作工作中 也引发了粉丝的兴趣和欣赏 她们非常享受在各种形式中庆祝她的美丽 其 如此美丽 甚至非粉丝们都要保存她的照片 迪丽热巴的美貌如此迷人 以至于超越了她的粉丝群体的界限 吸引了各行各业的崇拜者 她的照片就像珍贵的宝石 每个人都想保存在身边 总之 迪丽热巴在上海举行的 Swiss Tour 2023的最新摄影活动 再次让她的粉丝们感到震撼和陶醉 巩固了她作为真正的美丽偶像的地位 她的优雅和魅力 加上她的团队的艺术设计 使每次亮相都成为一个非凡的景观 超越了普通的摄影活动 迪丽热巴的美貌 似乎无法按照常规标准来定义 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崇拜者 将粉丝和非粉丝团结在一起 一同欣赏迪迪的神奇之处 发现爱是最无用的东西 在平遥国际电影节的创作与创新部分 温奇的新电影爱是最无用的东西 以她担任制片人的身份首次亮相 该电影节于10月12日举行 温奇作为这个引人入胜的电影项目的制片人 使其更加引人注目 她的导演处女做短片 她问也在电影节的苍龙部分放映 为这个活动增添了额外的深度 温奇坦诚承认在观看她问时感到不安 这反映了她对艺术的奉献 当艺术家观看自己的作品时 常常会感到脆弱 因为这代表了他们的灵魂 裸露在世界前人看 这种情感强调了 温奇对电影制作的真诚和个人投入 她愿意与电影中的问题 遗憾和未实现的欲望互动 显示了她对叙事和在屏幕上探索 人类经验的承诺 温奇对自己的工作有所贡献 是值得称赞的 她明显认为她问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作品 而不是一个成品 她对精益求精和改进短片的承诺 表明了她作为艺术家的成长 以及创造一部更深刻和有影响力的电影的愿望 这种自我反思和谦卑的程度是令人钦佩的 并表明她不断推动自己的艺术能力 在进一步改进后再次与观众分享 她问的决定是一个积极的举措 不仅允许观众见证她的作品的演变 而且反映了她对反馈和合作的开放态度 电影制作过程往往是一个合作性的过程 这种学习观众和同行的愿望表明了 她成为更好的电影制片人的承诺 温奇的新电影爱是最无用的东西 是她职业生涯的另一个引人入胜的发展 她不仅担任制片人 还计划在电影中担任角色 这增加了她在项目中的参与度 她打算邀请著名演员刘浩存 妮妮和刘亦菲加入演员阵容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这些杰出演员的参与 无疑将吸引更多人关注该项目 这也证明了温奇与顶尖人才合作 和吸引顶尖人才的能力 电影的标题爱是最无用的东西 本身是发人深省的 引发了好奇心 她暗示了对爱情 关系和人类情感复杂性的深入探讨 这些主题通常会深刻地触动观众 当以技巧和真诚地执行时 它们可以创造强烈和持久的影响 温奇选择在她的最新项目中探索这些主题 凸显了她对参与既普遍 又深刻个人主题的渴望 作为爱是最无用的东西的制片人 温奇将在塑造整体视觉和执行的过程中 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她的创造性投入 再加上她作为导演和演员的技能 可能会产生一个引人入胜的电影体验 显然 她致力于创造不仅令人娱乐 而且引发思考和反思的电影 这是有影响力的电影的重要特征 总之 温奇在平遥国际电影节的出现 以及她在她问和爱是最无用的东西中的参与显示了她 对电影艺术的奉献 她作为艺术家不断成长 与有才华的人合作并探索深刻的主题 反映了她对叙事的激情和创造有意义的电影的承诺 很明显 温奇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艺术家 她的作品必定会继续吸引并启发电影界的观众 我们希望迪丽热巴工作室的 爱是最无用的东西系列 能给你一个鼓舞人心的爱情和艺术 不要忘记关注我们以获取更新 活动和新鲜艺术品 让我们从不同角度去理解和欣赏爱情的价值 让我们继续体验有意义的艺术作品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时事通讯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